這個和長洲差不多大小的小島 島上只有不夠十個居民 有獅子山,那裡是柴灣 你說舒不舒服? 全島有七間市多 每個人都不只是吃公仔麵 每間都別具特色 裡面還有一絲絲的椰黃肉 這次逛街只一年三集 我們走入東龍島 講一下島上市多 還有兩代島民的故事 今天拿了些什麼出去? 都是拿豬肌和雞翼拿進去 那你怎麼準備食材 怎樣知道數量? 例如一兩天的貨 啤酒 裡面要維修用的工具 這些我看到這麼多工具 你會做嗎? 做樹 要斬樹 要斬樹 七點左右起床 預備完成了 所以大概七點半左右 九點船左右 第一班船 現在隔天隔離的工作碼頭 可以 假日的東龍島通常都會很熱鬧 整班士多老闆和這些本地團 都會搭頭班船入島 大家還記不記得上集主角全哥? 那天我們搭船也撞到他 剛剛問過村民 每逢星期六星期日 其實都會 現在開始有些本地旅行團 會入東龍島 但是這個街道 梁記街道的老闆都很好 交代諾第一班船 九點鐘這一班 總是村民優先 所以剛剛有另一個旅行團 是要等下一班船 才可以再入東龍島 而現在村民通常會聚集在船尾 一起聊聊天 街道有兩個站 第一站是東龍島的舊碼頭 第二站是這個新碼頭 泰肥仔士多 就是距離新碼頭最近的士多 大概三分鐘報程便到了 本身正職是做三行的肥仔 每星期都會和女朋友 還有死檔一起進來開店 如果在這裡吃東西很爽 肥仔我想問一下 平日你們三個怎樣分農 樓尾全部在外面 我都是做一半 主力做維修 整間電影 還有頂住我 我爸爸本身是第一代 有東龍島的人 之後就到我爸爸 然後就到我 這個位置是否就是 你媽本身住的地方 是呀 我想大概2000尺左右 以前就會在這裡種菜 拿些菜出去買 山竹之後 祖屋就吹到爛了 本身在東龍島有經營士多的 楊爸爸也有一段時間 沒有進去了 但是想進東龍島退休 這個念頭一直沒有減少 所以年紀之前 肥仔就開始著手 幫爸爸重建祖屋 我70年進去的時候 風景很漂亮 沒有人 沒有人衣 沒有藥 這裡地方空氣不同 三百尺平方 七槌八尺 廁所 廁所 廁房 鎖剩多少 還有就不在這裡 我可以在這裡 將來你是自己一個人進去 可以了 一個人靜靜地 可以渡過晚年 在那裡很漂亮 他們的水空氣好 每天可以種東西 有時間看著水位 可以釣魚 可以 會否和叔叔進去一起退休 不會 進去玩就有 進去那裡不習慣 很多元 那你有沒有吃過肥仔的手勢 有吃葉子、扒葉子 好吃嗎 不錯 正在煮青咖喱 因為每次都是進來新鮮做的 以前我自己外面學的時候 做泰菜 又有西菜 又有 肥仔媽媽是泰國華僑 加上肥仔讀完書之後 都曾經去過曼谷學廚 所以士多主打泰國菜 那就最適合了 幫我針三角 平時在家裡 媽媽煮的東西 真的很好吃 是正宗泰菜 對 例如粉絲 他煮的粉絲 煮的冬蔭公湯 煮的魚蓉麵 是真的 我在香港沒有吃過的東西 這個充勸是他媽媽親手包給我們 有些特色的東西 至少不是每間都是 公仔麵 粥粉麵飯 反正這行又是自己熟悉的 泰菜 有沒有說一天大概做生意做幾個活 看情況 我試過最高封幾千元 天氣好就多人 天氣不好就沒有人 這裏需要租金嗎 要的 給政府租金 年租好像是11元 其實我們賺到的錢 全部都會放到這間屋 請司朗 我們沒有請他 一毫子都沒有給過他 他自己試過 這個瘋子 對 傻的 我們整間朋友都傻的 是黏的 星期六日都會進來 其實不是很久 因為肥仔正式來說 是去年才叫接手 都是年多度 我有一次打算在這裏開 要進來收拾東西和維修 他雜時之間找不到人幫忙 聽起來好像挺好玩 我又說 要我進來幫忙 就是這樣 辛苦嗎 看看你的心態 你說有時會很累不願起床 我也試過 最初進來是辛苦的 日久失失是沒有人打理 進來後 只會聞到一股臭味 這裡全部都是樹葉 全部是蜘蛛網 很多甲蟲 蛇蟲 蛇蟲是害怕的 頭半年是真的瘦了十多磅 為何要堅持 堅持嗎 香港人就是堅持 我曬焦了 對 那邊高一格 這個只有一格 是不是玩到 我在這裡乾煎 他平時做事是這樣的嗎 是的 這個格子模是你做的 是的 你平時都是做開的 我不是的 只不過我不知道為何 你要做就要做 都是自己爬上去 慢慢一條一條在這裡吸收 現在叫做做唱蟲上去 那你才有個避雨位 這些呢 這些都是他爸爸 他爸爸很有趣 他爸爸很厲害 這個島 所有幾乎的電 都是他做的 因為爸爸是做電工 電工來的 所以說他整個島 村民的電 都是他爸爸做的 我感激他 感激他 他幫我 搞這些事情 本身這些廚房應該是我做的 但我又要顧外面 又要顧這裡 其實 沒有他頂住廚房 我想 都沒有空做到這些事情 本身肥仔是一個很懶很懶的人 他是 你踢他一腳他不會動 你踢他十腳他才會動 但是在他這一年裏面 他真的不同了 跟他一齊已經六年多 他在這一年 他轉變最快最大 那現在他有這裏 其實叫做勤力了 快了 還有厲害了 我覺得是這樣 下次見 好啊 到時記得找我 我接觸了很多人 那些客人 有些西灣河 或者是沙基灣 那些 看到我 喂 你是不是太肥仔那個 是啊 試過一個姐姐 穿五折的時候 帶一隻種 他進來探望我 他還要蒸熱了給你吃 我會覺得這一種 是難能可貴的東西 市區你找不到的 因為我可能開一間餐廳 他只是下來吃完東西就走 他不會說 坐下來 和我們大家一起聊天 而且也有朋友在這裏 搞結婚 所有我認識的朋友 都進來去探望我們的時候 那種的感覺是更加不同 我們整班下去沙灘玩 再上回來 我想這個是我的得著 以前我們住屋邨 通常旁邊左右 大家都會互相照應 自從他開回來 又跟全哥他們聊天 和姐姐他們聊天 又發覺 原來他這裏 有回我以前在市區 那樣東西 就是有回人情味 其實現在都沒有了 我在市區都沒有了 大家給的感覺是很像家人 你是想不到這麼多年後回來 就跟他們說聲 你是誰是誰的兒子 感覺已經是差很遠 剛剛開始接手 我跟我說這裏怎麼進貨 有時候會給你一些供應商 可能知道我有識維修 有時候都會叫我幫忙 我每個星期打算 我要拿甚麼進來 因為我去買東西 我要買甚麼 有甚麼材料我要做 有甚麼我要自己買 財料要維修 買齊完的材料之後 我擔心到甚麼時候 可以做到 做完之後 會是甚麼樣子 很開心 你會否覺得你在捱苦 不覺得 這個苦不是苦 是一個果 你有收成的 我不是因為他賺錢的收成 我學到一個交流 人制 我學到煮食 因為我也是一個很難 睡到黃昭白眼 都不願意起床 打算去哪裡去哪裡 我都不會去 但現在7點 6點 5點 腦筋一響就彈起來 就會去做一件事 他爸爸的夢想 只是有一個承傳 我們香港人的承傳 我們自己的上一代的事 到我又一天 我躺在床上 我還有我的思想的時候 我還未退路 退化 未要求之前 我有這個回憶 我自己曾經做過的事 是一種開心樂趣 以前我想進來應該是玩 不會知道我爸爸進來 要做這麼多事情 例如花園 斬草、斬樹 很厲害 不會 現在溝通多了 最主要是我爸爸 我覺得很有成功 這樣做 自己的手腳定 做開的 都懂得一點 起碼知道 自己會做好一件事 可以做好一件事 我覺得應該挺重要 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 我想香港應該很少有 而且我覺得這裡 應該算是人生中一件作品 全哥在這裡實現夢想 肥仔在這裡學習成長 兩代人 同樣都在東龍島 找到詮釋的空間 我們用盡一切去賺生活 最後追求的 可能只是這種 反撲歸真的快樂 肥仔 你好 你在這裡準備 我們做那個架 是呀 那個架是做什麼的? 這個架是做這個 這個對方 所以你這裡也想做 做個 你今天之內會做到嗎? 做到的 我沒有拆麥 喂 你放在一起也沒用 好 多謝你看米子 記得留言 share 和 like 我們的影片 還要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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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 還要按鈴鐺